伦鸟 慢 慢点啊 怎么办 那个人大师 大叔 别看那边 没关系 我在呢 不好意思啊 我赶时间 怎么办 刚刚那个女生 她是我从小到她最好的朋友 镇定一点 你要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你更要清楚你在说什么 我们不是第一天回来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麻烦 方向和元帅去处理了 相信我 相信我 快去换衣服吧 我在外面等你 去吧 干什么 你放我下来 元帅你把我放下来 把我 你干什么啊 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婚礼 我刚刚明明看到了 订婚的那两个人 蓝海一星的庄总 她是我从小一生拿的 你干什么 你看错了 站在台上的 正是蓝海一星的总裁 和新任副总 他们两个人订婚 和你 没有任何关系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说 不对 你就是不想让我 参加婚礼对不对 方向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你告诉我 元帅 你们不告诉我是吧 好 那我去见她 我亲自问清楚 好 混蛋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元帅 起码这样她不会再说什么 真是一场让人羡慕的 订婚典礼啊 你 该不会是不认识我了吧 刘光集团 刘光集团 汤琪先生的亲妹妹 森林时尚工作室的总裁 汤琳 原来颜先生对我这么了解 我是不是应该觉得荣幸呢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吗 我以为经过上次版全世界 蓝海和刘光会迎来新的局面 你想要什么局面 合作 或者 更亲密的 不好意思啊 我对任何亲密关系 都没有兴趣 颜先生这句话好像是在告诉我 这场订婚礼背后有特别的意义 和你有关吗 迟早有一天 你的一切 都跟我有关系 都跟我有关系 我们可以走了 怎么了 没事 走吧 我 就 还 我 怎么 你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